世界媒体报导香港,我们团聚执出香港简报 全球投行在华回报下降 金融时报报导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资料 事关COVID-19封锁和中美紧张局势 西方人在中国的回报在2021年大幅下滑 瑞士信贴,Credit Suisse,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高盛,Golman Sachs 和汇丰银行,HSDC,君陆盗食,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的回报就有所下降 瑞银,UBS,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是唯一家回报国高的银行 即管汇丰银行的部门食过往年少 七家西方银在中国有水分支机构 多年来一直在食经营,投资于食的公司 期望他们最终能够盈利 下一篇新闻 中国要求家长和警方举报使用Telegram或者抹杂仔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中国警方建议公民检视仔的手机 看看他们是否下载那加密的消息程序 如Telegram,官运说 这程序位于法律的灰地带 因为他可以在左之后删除内容 就很难获得刑事调查的证据 父母已经被指示将仔带到返运差馆 如果他们有应该应用程序来运警可以肯定他们是不是违法 中国当局经常追捕政治不该制造者的家人 以此逼使他们习住被认为违反国家利益的活动 Telegram在组织去年的白皮书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系列示威活动只在表达对应该国然格离冠状病毒政策 同对社监回体内容的强硬审查的追索 下一篇新闻 随着大宗市场参与者的回馈 澳门岛场卷土重来 金融时报报道 随着COVID-19制的解除 澳门岛场集团第一季度的收入强劲複数 银河娱乐宣布 只是收入恢复到大流行前数位的一半以上 拼在倒总收入方面超过拉斯维加斯 分析人士 指出要一欧的浮缩势头令人惊讶 因为银河focus于大众市场 稳步强劲反弹 对抗打击倒导致大型DIP赞助者被捕 据报道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澳门分公司金沙中国 仍因严重工作力短脱而受挫 第一季度金沙酒店人客房近供3分2使用 下一篇新闻 香港顶级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攜新基金行出中国 日经亚洲报道 总部位于香港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罗展 另外IT表示 将否属于中国大陆之外的投资机构 竟参日益激烈 程生曾担任苏富比亚洲 美光晶圆星美国科技冲突 日本时报报道 中国已警告关键基础设施 营运商不好 帮衬美国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的产品 声称产品中发现了网络安全风险 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 此举是在中美半导体贸易紧张局势升之制 此前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出传晶元製造商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调查 美光最重要的行业竞参对手三星电子 Zamsung Electronics 同SK海力士 SK Hynix 的估计在首尔上涨 而包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urt 同华雄半导体 各项Semiconductor 在内的中国晶元铺 在香港上涨超过3% 分析师认为 这一血定将对美光野好小的影响 因为美光在中国销售的 部分出传晶元都用于消费电子产品 而不是资料中心同云计算 下一篇新闻 先证达的IPO 被视为吸引外国人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 彭博社报道 瑞士总指 据头先证达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底板 进行了650亿人民币 92.6亿美元 的首次公开募股 这个是今年全球最大的IPO 可能它提高外国基金对中国的认趣 美国最近通过搞大基于注册的系统 简化了股权销售的融资 你已经向外国市场埋 先证达转向主机板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讲下话啦 左进入更成熟市场 和更大流动性基础的途径 摩石另类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全球投资者 全球投资者 特别是已经活跃在中国和香港大型投资者 将对此有人趣 Balue Investment Principles Ltd 的执行长Sandy Mill表示 下一篇新闻 中国的全球海港网络 为其军聚讲下话啦 至关重要的力量 投射能力啦 外交事务报道 两位国防分析人士 表示 中国的全球海港网络 为其军聚讲下话啦 左至关重要的力量 投射能力 中国在全球海港基础设施中的主导地位 带来了经济同战利益 因为D切施用于将重要货运网 和运出应该国聘支援全球贸易 然而 中国的海运业都参中国军事力量投射的新迹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定其可靠感使用 中国营运的码头来补给 同翻新海外海军力量 观察人士 说 国际海港网络 而交运辅中国将其军事力量投射 到远远超出其海岸的地方 拼将帮助中国在全球里面食与美国竞争 下一篇新闻 香港股市因北京美光禁令助长晶元制造商 而爬出困境 南华早报报导 香港恒同恒科技生指数分别就上涨0.4%和1.1% 推动中国股市在两个月低点复苏 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 同华红半导体 Hohang Semiconductor 的估计升至历史新高 原因的是北京禁止美国 储存晶片公司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向中国主要资讯基础设施 交易云云产品 封勇而至 电子商务巨头JD.com上涨0.4%-137.70港元 下一篇新闻 复苏佛力给中国金足空头扎弗 彭博社报道 伦敦金足交易所在香港举行的年度 亚洲旗舰活动出席者报告说 世界最大的大中货消费国中国的积极性低迷 虽然这个通常会惹谨慎 但坚于北京收紧的政治控制 与及同西方的关系爆 出席者 尤其悲观 预金线 缺乏复甲 与及中国建筑造的开局 弱于预期 严重影响了些人对中国在COVID-19大流行后提振 和需求的能力的希望 然而 预计中国经济今年仍将增长5%以上 这个表经济仍然具有弹性 下一篇新闻 香港人要了解的有关英国案 预测流程的资讯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英国房价下跌 分析师认为 可能是外国买家 例如香港买家 投资英国地产的钢时机 但是 买家应准备拨 包护照等官方政府身份证明的副本 这些文件一定要由同国家的律师进行检查和印证 还要水电费禅形式的地址证明 剔方可能它要求对于由新清人本国去英国的存款转账有关的银行交易进行广泛审查 按贴款以私人或者有限公司的名义讲下话 拼将根据贴款金额 房产位同收入进行 按贴款由15万英镑 18万7千美元 到原100万英镑不等 利率为5%-6 下一篇新闻 随着澳门压住变革 幻琴将在大环勾扮什么角色 南华早报报道 幻琴是一个中国特勾 只在帮助促进澳门经济的改造计划 这些来访的外交官对门计划在小岛如一勾可不可行表示怀疑 中国的标的系利用大湾勾的发展 包香港和澳门的9个城市 到2035年创造一个可以在东京和旧金山等其他一勾竞争的大型经济强国 新的特勾只在帮助澳门摆脱对岛展的靠晒 中央政府官员经常谈门澳门与幻琴的合作 但来访的外交官对技术抱负是否 他在一个不发达的小岛上发挥作用词怀疑心情 葡萄牙驻澳门和香港总领事雷图Alexander Leia 表示他发现这些深度合作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好心啦 多谢收看香港简报 多点新闻清体六道世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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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